对火箭只剩下不舍,小黑已打算离开NBA,他苦苦等了莫雷一个半月这个夏天,休斯顿火箭完成了大换血,球队放弃了阿里扎和巴默特,以及36岁的乔约翰逊,球队引进了明星风险卡梅隆安东尼,新的铁闸展姆斯恩尼斯,还有麦卡威这个第三转球手,加上莫雷选秀大会选中的文芬特爱德华兹和梅尔顿等新秀。 修成在一到三号尾上实力已经得到了突飞猛进,而四号尾上,有中国球员周琦作为后备军来使用,五号尾上也有德国小战车哈腾,作为卡佩拉辛的替补,可以说每一位球员都找到了他们在火箭的定位,但只有一人到目前为止却迟迟无法回归火箭,他就是小黑塔里克·布莱克,这个27岁的中风禀皇,第一替身, 在NBA已经是无球可打了,在今下,布莱克与火箭的一年合同到期,成为了一名完全自由球员,但莫雷确实是未联系布莱克,其他的29支球队,也没有向布莱克抛出橄榄汁,于是被感觉忘的小黑已经打算离开NBA了。 据欧洲记者奥尔兹尔卡尔治的最新报道,就在今天布莱克已经和以色列特拉维夫马卡比俱乐部达成了一份签约协议,在不久之后球队将会官宣此事。 上赛季,布莱克代表火箭出战51场比赛,场均可以贡献3.5分3.2版的数据,布莱克身高2.06米,体重111公斤,是标准的蓝领内线,合格的角色球员。 身体素质出色,爆发力强,球锋很拼命,但打内线的话中锋身高又太矮了,而且技术比较粗糙,没有篮,虽然防守积极,但又缺点太明显了,在以往的话还能混一口饭吃,但在小球的时代,布莱克的位子就相当尴尬了。 也就是说打常规的5号位他的身高不足,导致篮板和护框上,没有7尺大个好用,而打小球5号位的话本身又没有远投能力,这是一个致命伤,火箭的PJ塔克为什么能凭借1.98米,的超级迷你身高打4-5号位,关键点就在于塔克的投射能力,他的底角三分是杀人诛心的利器,同时塔克113公斤的体重, 在吨位,力量,移动速度也是小球中的大杀器,如果布莱克在前几年就开始伊塔克或者勇士的追梦和林威武版苦练一番的话,那么他现在在小球时代绝对是相当吃香,但现在27岁了才开始练习投篮已经是来不及了,可塑性不高,同时哈腾和周奇的存在,也进一步压缩了布莱克留在火箭的空间, 尽管他一直舍不得离开火箭,但弱肉强时就是NBA生存的法则,在本次夏季连赛期间,周期场均能拿下12分7个篮板和3次盖帽,哈腾师太阴场均10分8个篮板和2.3次盖帽, 这两位内线绝对是火箭未来轮换的急先锋,他们不仅仅拥有7尺的身高,还能在外线投射3分,同时在防守端他们还能大防小,移动速度上都相当了得,如果配和尚詹姆斯哈登和克里斯保罗传球能力,真是又能拉开空间,又能顺下吃饼,年轻就是资本呀。 感谢观看